大家好,我是文律,今天在网络里面看到一篇文章,它这个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念一下 2020谁不是一边哭着,一边拼命的活着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句话呢,很多朋友吧,内心会很有共鸣 可能有些人真的会流出眼泪 2020年真的过得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然后他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他说在11月份吧,在北京大兴有一个女孩 然后她呢就是连续没有休息的,一直加班工作了半个月 然后呢就是好不容易有一天她过生日了,然后她提前下班了 提前下班以后她坐在车里面呢,就是突然下班往家走的时候 在车里面又接到了公司的这个电话,让她回去加班 然后这个时候她整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控制不了,然后就哭了 其实这一幕吧,我相信在类似这样的,就是情况吧 在中国肯定2020年肯定是非常非常多,数不胜数 这种其中的这种艰辛啊,苦楚啊,可能只有当事者本人能够去体会吧 怎么说呢,就整个2020年吧,我也一直在关注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吧 但是民生这块呢,我也要,我也关注了很多,我真的感觉中国老百姓的民生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就我也做了很多视频啊,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时我看到一篇文章就讲了这个,在北京郊区燕郊啊 30万这个中国人像楼椅一样,爬向北京那个文章啊 当时就是检查身份证嘛,这就是排队一排一排好几公里 一等就等好多小时,你说他们当时是什么心情啊,内心对吧 愤怒对吧,无奈,焦虑,着急等等等等 然后呢,就是想起中国去年老百姓的民生 我也能想到就是说去年在俄罗斯嘛,有些中国人想回来 拿着中国人的这个护照,就是进不了中国 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俄罗斯,俄罗斯当时也是特别特别冷的 天寒地冻的,你说他们又是何等的就是痛苦呢 然后到了夏天发大水的时候 对吧,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这个就是一些主要城市吧 然后呢,就是牺牲了一些农田嘛 就是那些农民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努力付出劳动 耕耘的这些农作物就被水大水淹了 包括最近啊,大家可能也听到消息了 就是很多这个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吧 他们的房间里呢,整个这供暖的条件不太好 或者是干脆就没有供暖 这个时候呢,你说他们得多不容易啊 等等等等,这样的事太多了 要说起来就能说好多好多 中国社会去年啊 绝大部分的老百姓嘛,可能过得都不容易 真的像这句话讲的那样 一边哭着,一边拼命的活着 可能有些人吧,怎么说呢 那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可能哭也哭不出来了 可能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哭 到了这种程度,那我这么说 很多这个人又该不高兴了 没问题,怎么老说中国这不行 中国现在不挺好的,全世界我们这最好 对不对 你说的问题是有 但是呢,那就是一些个案嘛 对不对 对吧,现在全世界哪有我们这这么好的 肯定会有这个人这么想这么说 最近也总有人有这样留言嘛 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总想起一句话 这怎么说,我给大家念一念 2020不得了,粮食大丰收 洪水被赶跑 百姓安居乐业 齐夸党的领导 中间省略 最后 纵观世界风云 风景这边更好 我说这个话 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啊 我把这个9898改成了2020 这句话呢,赵敏三这个台词啊 经历了20多年,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对吧,他的宣传说法 还都是一样的 不论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们这儿 这个风景独好 我们都没有问题 有一些问题呢 那也是可以解决都是小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那现实是这样吗 现实是这样吗 对吧 大家看看整个中国的那些宣传的报道 对吧 这讲起来都 让人觉得就匪夷所失 都哭笑不得 对吧 今年对吧 都这个情况了 水发那么大 年末又是粮食大丰收 你看就是粮食大丰收嘛 洪水被赶跑嘛 然后呢 就是都到了这个程度 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 基本上GDP都是负增长 就中国这面正增长 而且增长的这个速度越来越高 谁信呢 然后全民贝小康 千年的贫困线都脱贫了 所以说我就总觉得吧 而且很多中国老百姓 他还相信这个点 然后拿着这些 国内宣传的这些信息吧 过来跟我 过来说我 说的不对 我就总觉得这些人 似乎他们生活在一种 幻觉当中 我就这种感觉啊 但是呢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 他们觉得他们是很现实的 他们觉得我 我 人们生活在一种幻觉当中 对吧 我就在一种幻觉当中吧 寻找一些信息 自己想象出的一些信息 然后做出这些视频来 他们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在想 是不是我 很多事情 说的不客观 我也在仔细分析 这个问题 就这些年吧 但是呢 到现在为止呢 我越来越觉得 我说的就是正确 因为我接触的 这个信息很多 然后接触的人也很多 很多老百姓 就跟我讲那些事情 就是很多朋友 把接触的那些事情 真的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而恰恰就是 这些老百姓 不容易的这些 大多数人 他们呢 声音呢 就是没有办法发出来 他们也没有时间 去倾诉自己的痛苦 对吧 也没有那样的想法 对 每天 就像刚才我说的 那个 就那个女孩 对吧 她每天加班 每天加班 她想的是什么 想的就是早点回家 好好睡个觉 周末能睡个懒觉 对吧 她没有那么多经历 说我要到网上 去倾诉一下呀 对吧 她可能也不敢 对吧 她就算是写了 可能也发不出来 对吧 像刚才我提到 那个30万中国人 燕郊 像楼一样 爬向北京嘛 这个文章 已经被删除了 包括我今天 看的这个文章 可能 没准也就都删除了 根本就不让你 发出这种声音来 最终留下的 全都是那些 岁月静好 风景这边都好 就是这些 这些内容 那有很多人说 文维 你就 别老说 这个中国 韩国不一样 韩国不也有问题吗 是 韩国 这2020年 也是不容易 确实也有很多人 流了很多眼泪 确实不容易 前两天 看那个新闻嘛 就是说 韩国的一些 以前那些 中产阶级嘛 对吧 他们 有一个例子 讲 有一个 健身房的一个老板 以前收入都是很高的 然后 今年因为没有客人嘛 他每个月的 就是固定支出 都在3000万韩币 左右 然后他到现在呢 已经 债务已经达到了 一个亿以上吧 就将近人民币 几十万 将近上百万了 这个规模 他说他就是每天 就住在这个健身房里 他都不敢回家 他也不是不敢的 就是一回家以后 压力特别大 面对他的这个孩子啊 家人压力特别大 那到最后他就 他就哭了 包括在明洞 大家知道明洞哈 他是韩国几乎最繁华的地方 他在那里面开了一个饭店 那以前呢 肯定是赚得很好的 但是呢 现在生意不行吧 老板娘真是掉眼泪了 真苦 这些事情吧 韩国也是有 但是韩国好在哪呢 他可以报道出来 老百姓都可以表达出来 对吧 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呢 去反映自己的状况 然后政府呢 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 都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对吧 但是在中国能吗 谁去管这些老百姓的事 那么多人不容易 谁会说呢 谁敢报道啊 对不对 大家现在不都讲的是 我们被小康了 我们共同富裕了 我们这非常好 不都是这么个腔调吗 这些老百姓的心声 谁能去反映呢 对吧 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眼泪 谁会去在意呢 对不对 不仅不去反映你真实的情况 而且把话还在反着跟你说 就是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状 很多人可能还是不相信我这一点 咱们就往下瞅吧 2021呢 我觉得这个日子可能更不好过 越来越多的这个岁月静好的这些人呢 可能就会感觉到这种寒风的这种凛冽了 可能他们会一点一点相信我说的这些话吧 咱们一点点往下看 其实像我们讲这些内容吧 我也不敢说我说的都是很准确的 事实上 但是呢 我们就能把问题提出来 对吧 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呢 虽然我们在海外 在国外 对吧 但是这些小媒体也好 自媒体也好 大媒体也好 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呢 中国政府他还是能够看到的 中国政府他看到这些问题 他一看这个媒体舆论 神想他他又会改 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回避这些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修正这些问题 他也他把自己面子看的是很重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吧 可能有些确实有时候会有些问题 但整体上 事实上最终收益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 就是你可能从我的报道当中已经收益了 但是你过来还过来指责我 就是这样 当然你如果出于善意 确实看到我的一些实质问题 你给我提出来 那我是会很感谢你 总之吧 今天就看到这个文章以后 就有一番感慨吧 跟大家这么沟通一下 都不容易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坚强的心 在2021年 不论怎么难 大家都一步一个脚 就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